悠悠面出任務 香蕉哥哥 跟你說 我們家好像大明星喔 悠悠面 小聲一點啦 香蕉哥哥 你在做什麼啊 看起來鬼鬼祟祟的 執行什麼秘密任務嗎 有耶 我跟你講啊 最近啊 我發現了一個 奇怪現象喔 奇怪現象 悠悠家族的哥哥姐姐啊 有一群人常常固定在某一天 一起突然不見耶 好像偷偷在做什麼事一樣喔 香蕉哥哥 這麼說 我好像也有發現 上次啊 找櫻桃姐姐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感覺她都急匆匆的要去哪裡 對嘛 而且啊 我還聽到訓練 這兩個關鍵字喔 我想啊 一定有什麼我們兩個 不知道的事 正在醞釀當中 那不是鳳梨哥哥嗎 是往那個方向走去了 我們趕快跟上 走走走 這裡好大喔 開心到轉圈圈 嗨 小鳥 這裡好舒服喔 很適合放風針耶 對啊 我猜啊 他們一定是來這裡放風針的 很過分耶 都沒約我們兩個 香蕉哥哥 你不是說他們有提到訓練兩個字 我想應該不是這個喔 還是這個啊 咻咬了 咻咬了 咻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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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這個 面 面 好 箭斜跳 或是这个 香蕉哥哥 你身上是不是有白宝袋 怎么可以变出这么多东西 这是魔术 说破了就不厉害了 不过这个飞盘有正规的比赛 也有训练 他们一定是在这里玩这个的 好 那我们来玩吧 你怎么乱丢 拜拜 这里 怎么会有一个太古 是谁的 妖妹 你看 真的是太古 该不会他们说的秘密训练是 原来大家是聚在一起打太古 也太酷了吧 好震撼喔 太厉害了 欣欣哥哥 你们是在一起练这个太古多久了 看起来很有气势很有默契 真的吗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练了大概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前面两个礼拜 其实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感觉 然后但是跟太古 比较熟一点点之后 只要听到左 右 大 小 我们就开始大小小大大小 左右右 左这样子 被一个字控制了 对 然后呢 如果把所有哥哥姐姐的手摊开来看 就会发现大家的手上啊 都会有一点点 那些水泡啊 用电啊 你看看 哇 辛苦喔 也都会有点磨伤 对不对 哇 不容易耶 对啊 我希望大家可以来看我们表演 一定的 有 有 非常震撼 值得一看 咦 那为什么要特别做这样的训练呢 因为我们想要在之后的活动中 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舞台演出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着古的节奏 一起来玩 哇 听起来太棒了 那我也可以学个几招吗 当然可以 没问题了 那就请香蕉哥哥还有悠悠妹 我们从站姿开始学习 是的 欣欣老师 来 我们先地震 地震 然后呢 要打太鼓的时候呢 要把左脚伸出去 要有点这样前后 后脚的感觉 有点小小的弓箭步 但是右脚也要有弓箭步这样 所以就会有点 弓箭步 有马步的感觉 歪的马步 歪的马步 重心还是在中间 重心在中间 来 我们看一下香蕉哥这样 再往里面 可以 好 然后我们来看悠悠妹 悠悠妹 你这个叫弓箭步 对啊 好 马步已经扎好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到了大家最期待的 打鼓时间了 右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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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念三次 好 然后接下来难咯 难咯 要注意咯 是这个 右 左 右 左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好 我想香蕉哥 你应该已经学会了吧 没有啦 我只会动动动煞而已 你来试试看 我们来试试看 好 先蹲好 右 左 右 右 左 右 好 来咯 然后要记得打的时候 鼓点要打在正中间 正中间 对 手要尽量伸直 伸直 对 来试一试看看 好 預備 开始 右 右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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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对 但是呢 因为我们打太鼓是一个很帅气的 就是一项乐器的演奏 对 所以呢 我们不可以这样笑得那么开心 YOU MAN 我们的笑容也要稍微收起 有 有 对不起 我们要演出啊 来 来试一试 預備 GO 右 右 左 左 节奏不太对哦 哥 右 左 右 左 好 預備 开始 左 对了 这个做三次 三次 好 来YOU MAN 你来 我们听听看YOU MAN的煞会是什么样子 好 来 好 男生完了 预备 马步 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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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点位置 预备 GO 右 左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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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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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右 右 左 我觉得可以给YOU MAN的掌声鼓力鼓力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做得比仙道哥哥 可是他又有点想不到 他还会拿YOU MAN 很有天分耶 很有天分耶 对啊 那还有一个你说比较懒的 比较懒的 来啊 我们念一次给你 好 右 左 右 左 左 右 右 左 最后反正就是手要举起 那不用杀了 不用杀了 不用杀了 左 右 右 左 还不错 还不错 阿马步要蹲好 再一次喔 好 再一次喔 拍吧 强拍 五 六 七 八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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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到 老师 大家好 你刚好找到一个最快打的 来 预备 开始 五 六 六 六 他真的都没有嬉皮笑脸耶 对啊 是不是 永远要用认真的 永远换你了 你要学 好 我来 好 来 预备 GO 右 左 右 左 左 右 右 左 右 右 左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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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说不能嬉皮笑脸 他这样解决还是有这个 他在干嘛 有料会的感觉 还是很棒 还是很厉害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耶 我再练习一次 我想我们就可以一起才艺表演 开始 这个音做得很棒 真的可以开始 可以开始 来 我们来才艺表演吗 好 GO 这真的很不简单耶 好 对啊 这样我们才只学到 一点点皮毛而已耶 你说得没错 香蕉哥哥 但我也很好奇 大家在训练的时候 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记忆最深刻呢 就是上第一堂太鼓课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鼓棒握得太紧 所以导致我的手破皮 然后流血 回家的时候 其实有点不敢洗澡这样子 第一堂课的时候 那一堂课打完 我的手整整痠痛了一个礼拜 不管做任何事情 就是洗脸 洗头 甚至连打开瓶盖 都觉得手很痠 然后那一堂课下课 我们要拿手机的时候 是不能够单手拿 是一定要两只手 然后夹紧才有办法好好的打字 不然手是会一直抖的 印象认我最深刻的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需要交作业 就会拉着其他哥哥姐姐一起练习 从零到可以学成一整首歌 我觉得是非常有说话的一件事情 看到哥哥姐姐们这么努力地练习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努力的成果吧 好 这一次的整好 看得多零争 这一次给我们运动 就好了 然后我们运动 起码 做小源 什么 做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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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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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